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时程 明天是10点半到12点进行了院长的投票 那下午这一轮是2点半到4点 副院长的投票 规则是这样 如果首轮没有人获得过半的话 会取前两名 然后进入第二轮的选举 第二轮的话就是以相对多数 就是只要是一票胜出也可以 然后呢假设假设假设 假设如果说韩国瑜当选的话 那明天我们看到是由最资深的 柯建民担任院长 就会出现一个挺尴尬的画面 就是柯建民要把当选证书 发给韩国瑜 然后我要先问一下委员 蓝营据说还有四票不稳 保证不会 保证不会 据说有四票不稳 然后呢因为说绿营派人 跟这些立委私下接触 然后有一些人这两天找不太到人 讯息也没怎么回 暧昧不清 还大搞失联 让大家非常非常的焦虑 然后之前像是这个陈玉珍 这个金门领导的嘛 据说党部都跟他讲 你不要回金门了 万一风大这个雾大等等 到时候这个民进党一来 有没有把你这个 飞机不能飞 到时候游也游不回来 少那一票可能就是输啊 三党都没有过半 国民两党就差一喜而已 我们让委员先来预测一下结果 再来反推过程 你觉得明天最后结果会是如何 第一轮投票 这个韩国瑜 黄珊珊跟游喜坤都不会过半 第二轮投票 黄珊珊只有八票 所以不可能进入第二轮 就是韩国瑜的54票 对游喜坤的51票 然后第二轮 韩国瑜会当选立法院长 那这里面大家有人会猜测说 民进党可能会投给黄珊珊 让黄珊珊用51票加8票 变59票当选立法院长 会吗 这个其实这个局 就是柯文哲部的局 柯文哲部的局是这样的 你说我小兰吗 我没有投给韩国瑜啊 对不对 我已经不能说我小兰嘛 那你说我故意让给韩国瑜 那你投给我嘛 你投给我都不会让给韩国瑜 所以就等于说 民进党只有两个选择 让韩国瑜当选 或是让黄珊珊当选 对啊 他只有两个选择了吧 对 所以这变成是 柯文哲坦白讲 出这个牌出得很漂亮 他就是一方面 递赶南枝给国民党 那一方面设个局给民进党 对 那对国民党来讲 也想要看笑话 你民进党如果投给黄珊珊的话 这民进党会大乱 对 真的是 这个打开乱整一团 对啊 这个不可能在民进党从上到下 所以你看看 柯建民今天就讲了 我们坚持原则跟立场 就准备挺着胸膛倒下去 他这个态度是很清楚的啦 所以我不得不配护这个 这个柯文哲的智商158还是没有讲假的 那可是副院长倒是不一定会 不一定会将军成 为什么 因为他 柯文哲并没有讲说 副院长的人选是谁啊 所以不会重演黄香珊这个套局 他到中午才要去决定 要怎么做 那这个时候 国民党可能会投桃报李 对 你总不好意思说 人家设个局给你了 让你顺利当选了 你是不是要台中人通通包 所以我说 柯文哲并这个 高兴太早吗 对 有时候就是说 国民党考虑是不是要同包 好像都是我赢 是不是也释出善意 那因为他们可能 可能还是不会 还不会选上副院长 或者会退席 退席的话 国民党54比51 还是可以推荒三胜当副院长 或者推其他人当副院长 国民党要去考虑的啦 反正求在国民党 所以有可能吗 让黄先生当副院长 不是 这是被囚在国民党这里的 对 不是 这看中午的谈判 哎呀 中午还有的谈 当然 两个小时够了啦 够了啦 你买菜 当然相对来讲 副院长并没有那么决定性 或是关键性 那当然 副院长除了院长交代他 主持会议 或者主持朝鲁协商 这朝鲁协商很重要 为什么 哪个案子要协商 哪个不案子协商 是院长在决定 但我问你 如果国民党让黄先生 当副院长 国民党内部不会火大吗 比较不会 因为院长拿到了 我们总是不好意思说什么嘛 对不对 你知道这种人情事故嘛 因为 抓大放小 不是抓大放小 而且更重要就是说 把蓝白之间前段时间的恩怨怨 一笔勾销嘛 这很重要嘛 你知道蓝白是骂 这边 这个蓝的很多人 骂白的是叫白连教 然后白的人 骂国民党那蓝教党 对不对 当然你听着闽南语是很难听 可是实际上骂来骂去 没什么意义啦 所以呢 如果说是韩国瑜 跟黄珊珊 这个局面出来的话 就表示蓝白和 有一个好的开始了 以后会不会吵笑我不知道 那当然啦 这个算盘啊 柯P打得很精了 对 大家都知道黄珊珊是小鹰的女 是啊 小鹰的女孩嘛 对不对 那早上让韩国瑜选 他提名黄珊珊当立法院院长 这也是表示说 看你民进党为头 也是好啊 对不对 下午如果黄珊珊当副院长 也是不得罪民进党嘛 至少有你的人插一咖嘛 这咖有没有作用不知道嘛 至少是你的人嘛 所以他是两边不得罪你知道吗 对蓝的讲 我让你韩国瑜当选了 对绿的讲 我把你小鹰女儿送上去了 这个 而且是靠着国民党的票上去了 这个关键就是中午那两个钟头 什么单一内阁制啦 或者谁让几个部长啦 谁干嘛啦 所以呢 所以中午会有几套剧本 会怎么个来谈 反正都有抵案嘛 拿出来yes or no嘛 菜堂买菜也领多三五分钟就谈完了 所以你看蔡吉昌 从头到头不讲话 表达心情很欲足啊 因为不管拿个剧本 拿不到他 局外人 所以看起来他是 可能性相对来讲 在所有人马里面 他的出局 出现的几率算是低的 因为我什么 因为我判断 这个朱立伦学到教训 他现在都要听那个 那个比较诡计多端的 傅昆吉出招 那种书生 我跟你讲 韩国瑜不是书生 傅昆吉不是书生 我跟各位讲 大家也不相信 在立法院这种 阴谋诡计的地方 书生真的义无事用 对 真的是这样子啊 对 那个一套接一套的 环环剂 是绑在一起的 对 那个柯建平是有名的 老奸巨华 我们国民党好几任的总招 搞不过他 搞不过他 他都被突袭啊 不时突袭啊 还有这个被耍弄的 这个晕头在相啊 他不只是说 他个人聪明不聪明的问题 民进党始终是那一个人 当总招 搞了多少 30年 所以他的意识规则 也非常熟 他对意识规则太熟了 那所以呢 老柯在哦 他玩花样 而且 对 我就要问委员 明天还有哪些花样可以玩啊 他明天很难玩花样 玩不出来 因为那个太单纯了 选举这个东西太单纯了 如果议案的话 他把戏就多了 预算他把戏更多 而且他心情不太好 为什么 他觉得立法院长 总该轮到我了吧 就如果说今天 赖金德提名 柯建民当立法院长 他就会拼命去收买 包括国民党的人 包括这个 那个什么 包括民众党的人 可是我为什么说 国民党的人 这也是不可能被收买 因为柯建民不想收买 没有力气收买 可是你有听到这个吗 说世袭不太稳 有不是 不会不稳啦 确定不会哦 有时候你可能跑去这个 像城局要马杀鸡 你找不到人 是有的啦 找不到人不就是波文吗 不会不会不会 你放心 他会乖乖回来 明天都会出现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不分区立委 不敢不出现 你放心 对不对 马上开除党籍当场地捕 你能知道啊 对不对 第一个人投败 就当场地捕了嘛 再来第二个区立委 国民党这一次的区立委 都在雪坡中爬出来的 这都在雪坡中爬出来的 那些艰苦情形 你无法想象 所以一言之所为之道会当选 对不对 那当然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说 尤其是中部的立委 更辛苦 台中立委那几个年轻的F4 那些当然 哇 那个是 没日没日 还有那个操盘手是 卢市长 换上别人 也不一定会上 那这么艰苦 从雪坡中爬出来的人 他绝对是遵从党籍 他不敢有所违背 对 这百分之百保证 那你说 说陈 那个我们的陈大 金门的陈大立委 他不会啦 我跟你讲 他当然不会啦 陈大立委是一个党性 比任何人都忠诚的人 但是党本来很担心 不是担心他忠不忠诚的问题 而是担心要选民服务 有急事回去 但万一回不来怎么办 你知道吗 万一这个还像 民进党说海上大 所以飞机不能飞 不知道啊 但是据说他就没有回去 那其他最近检视过 美席 什么山地啊 那些都可以 明天会不会 当然啦 你说跑票怎么不至于 国民党的元制度地位 没有问题啊 会不会盖错票呢 好像这次有教学嘛 有教学 有教学 特别是手把手的 告诉大家怎么盖 所以盖错票的几率很低 对 那肚子痛的几率呢 啊 肚子痛没办法出席的几率呢 没关系 前那天每个人吃一颗胃药 今天晚上开始吃 把院长 医院院长带去 把医院院长带去 他也要抬进来投票 马上打这个强心针 在这个肾上限速 看你怎么 因为这个立委年纪相对轻啦 所以生病的几率不高 以前是真的有 年纪大了 几个年纪比较大的立委 现在年纪都很轻啊 国民党现在的立委 是平均素质 三党最年轻的啊 对啊 所以看起来明天 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你知道大家都觉得心里面 被收买的都是老奸巨华的 在立法院打滚很多年 那种人就比较不可靠 比较想得到歪理的 想得到歪理 小家伙啊 不会不会 或者有人说官司缠身的啦 对这个 不得不低头啦 没有 那一内只有一个嘛 就是陈超明兄 他的党性应该很坚强 你放心 国民党这一次的处理方式 是说我不提名 你用五党节选 我按住你 所以他也当选啦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这没有问题 国民党已经做到了情谊 都可以交代的过去了 所以我是觉得 而且韩国瑜老江湖 也帮了他们不少忙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问 韩国瑜说句好听一点 他也是江湖混出来的 对啊 他老江湖 太阳心全校客废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缺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准备 最后应该留保养